頭目問老師就是他政賀金說 他賀金說的這個頭刀呢 這陣子我們到底是要怎麼管理比較理想 這個頭刀都差不多啦 就是說我們的管理上 他沒有 他這個頭刀 他也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一個 說不一樣的品種 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多的一個明顯 但是就是說 說我們首先這個頭刀在政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這個地方 就是說他一定要有這個根流固蛋菌 他是客這種根流固蛋菌的 來給他提供到他的這個營養分 所以你如果是說要給他在你管理上 就是說因為我們台灣 這個頭刀有兩種是一種油刀 油刀就是說我這個不會客人的 有時候沒什麼要緊 這個裡面如果人水就好了 是這種 他那個額沒有油刀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 都所無論油刀也好 還是一般不是在客人的 像這個高河 像我們的這個黑金說 這種的這個 這個品證都一樣 這通常 我們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地方就是 那個沒有在吃的那個扣 對我們來說電腦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那個扣你不能太難看 你的扣如果很難看 那就是可能會去尋找更大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一定就是介紹的變成賣 所以這可能是我們在財財管理裡面 一定要去小心注意的一個這個 要小心注意的一個這個地方 那麼鏡頭刀來說就是說 人和作物其實也是差不多 選擇適合他的一個這個頭上 這個鏡頭刀的這個地方 要搭傷 要搭傷他就是要他的頭 比較沒問題 讓你去尋找一個這個地方 所以有的人說 吳阿伯 你說那個像大陸的那個人 在山上的鏡頭 他那是那個紅色頭 雖然他是紅色頭 但是他那不是尋找的那種紅色頭 他那是紅色頭 但是他那也是沙沙 這是紅色頭 所以這個鏡頭是比較沒什麼 這個問題 在那裡 那麼我們的鏡頭刀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一定要稍微注意 有時候 目前看見的就是 現在大陸的鏡頭是都 急急在鏡頭的 所以他火雷 可能會這個胖兩邊 這個我們 經濟的安運 濟後如何做 所以你這塊雷不說很平 是建議說你先保產 保產它可以 復活比較平 復活過之後 我們還要來 我們還要來 製造這個土豆 也有一個好處 所以這通常是有這種 當然你能不能 分兩邊胖 例如說我先 醋胖 胖起來 胖起來 胖起來有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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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胖起來 有胖起來 所以對著後面 這個影響也很大 第二邊 還要胖起來 這個 效果比較好 所以大家可以分兩邊胖 是最好 再來就 可以做過 開始買 所以這般是可以分兩邊 是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麼我們 做土豆是機械去點的 這通常我們是股民差不多 就是你 反正你要做土豆 這都公定價格 怎麼說公定價格 因為我們的機器在採收 所以你也要做多少 這可能大家都是要方便機器的操作 你不能說我自己決定要做多少 不然你就自己去點 那機器人就沒辦法下去 因為你不知道要走 人就沒辦法自己收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去配合 所以這通常是 胖肥蕾他們就知道 他們就知道 自己說 這土豆 你就是多塊 你要怎麼點 這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這個問題 現在點下去 點下去 我們這個土豆 不會出的進場 通常我們會去 噴這個金鈔劑 這個拉槽 去噴噴 還是說石棔劑 這都是可以用金鈔劑 金鈔劑的東西 稍微去噴一下 要用多少 抄抄油 通常是一個適當的量 一分多 大概就是在500cc 到600cc的一個石棔劑 這種東西 你把它噴一噴 在頭上的這個表面 這樣可以 金鈔劑 就是它炒起來 不叫發起來 這個動感 就比較好 所以就是說 現在 種下去 種下去 已經 點好了 點好了 我們就比較快 去把它炒油 先把它噴一噴 這大概是 因為這炒 很重要 現在就是 你噴了 吻水 吻水 通常有的 我們在吻水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絕對不可以 吻過高頻 一定要 一定要 吻到 大概 半九 半九的一個量 就好了 就是說 不可以吻過高頻 因為吻過高頻 這個效果 可能是不可以 太好 因為它沒有空氣 通常是這樣 有的就是 現在比較少 現在的大部分 都是噴三合一的 因為你還來 偶爾會用 三合一的 比較大 一層 以前是 去找高低 高低 用一種 中庚基 你把它照一遍 但是現在很少 現在有的 如果沒有這樣做 就是 噴三合一的 草油 這大概 這十幾年來 可能都是利用 這種混合性的 這個 這個起來 就辦法改 這個金 但是這個通常 就是 噴下去 它會一段時間 但是油的 濃度 你熬這個好水 效果呢 最多的這個好 所謂三合一 就是環沙草 本達農 也要四分 三種東西去南座會 這個三合一 人們都會配合你 這是多少 大概是 所以 公告家都是說到 這個 草的一個 官吏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 在台北的這個 草 是最困難的 我看起來 在那邊水產 以外 只要是大庫 要怎麼把草 好 這比草 還要更困難 這一開始 要怎麼把草 控制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麼 偷刀 通常就是 這個 種類後 有的人會打肥大 有的人沒有打肥大 萬當 萬當就是 這個 下半年 這頓種的 這 一般來說 就是 最好 我們在萬當 可能就是 七月 八月 中旬 這家來店 不要太窄 當然是 不要拖太晚 因為你拖太慢 太冷 太冷 這拖太慢 你跟 這個白樓 白樓過 到白樓 大家就差不多了 就是說 不能太慢 因為太慢 太慢 這個後面 拖刀是怕冷的 特別是 所以跟你拖太冷 特別是 這麼窄 尺寸 比較長 要拖刀 衛生的 差很多 這樣 就這樣 沒錯 剛才說 拖刀 最主要就是 拖 拖 拖 一定要太量的地方 不要喘 如果我們是 拖了一宗 整個水中當然是最好的 整個地方也沒關係 但是就是不能偷刀連偷刀 這是我們在外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麼萬年 萬年差不多八月中旬 七月中旬 八月中旬 甚至在我們雲林嘉義這邊 可以比較慢一點 沒關係 就是說你在下政的一個時間 就是說不要太晚 這太晚的其實也不好 因為太晚有時候就會遇到這個冠 如果是如翁伯 譬如說你在台中這家 你可能就要更早一點 可能你不能夠九月 你可能在 一般來說在我們這個 大概就是八月 八月中旬 最晚 我們在南部 比較南部一點 我們都差不多都要做到差不多了 每一年差不多是這個時間 如果是早餐 早餐在南部可以比較早 南部可以比較早 如果是中北部你就要拿到比較慢 其實你的基地是早餐怕冷 所以一般都是開春 開春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這個財政 大概是這樣的 這個情形在這裡 那麼 其實就是說 如果是早餐最好是可以 用三十九月打底 你看看 你打底的時候一包四十公斤 這個三十九月來打底 這個老起來 他現在大起來 別說快流肥 注意 因為你不可以 你點下去之後 不可以太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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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淡 那刀子會冷 那刀子很營養的冷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一般就是說 頭刀我們盡量洗漲的時候 可以流口比較淡 所以不要太淡 快流肥 剛出來你看 如果要出來 你就比較快流肥 因為我們有打肥底了 這已經有三十九月在那 一點點就夠了 你不可以再把他太淡 去流肥 所以呢 但是就是說 他差不多跟雞毛肥 雞毛肥就是差不多 已經出起來之後 差不多點下去 可能萬檔 可能就一個月 可能就一個月 一個月 這個時間 你如果早檔就流肥 有時候要慢慢一層 萬檔差不多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的時間 會這樣碰碰 已經有一個 直接雞毛肥在那 那種情形叫雞毛肥 就大概有時候 稍微大起來 那時候你可以去流一層 一盒子 還是說用這個 都所謂的人 萬檔很愛用 其實我們早檔 你用 你用就比較不適合 萬檔用就很適合 就說一分多 差不多就是10公斤 去把它刷一下 像在刷微塑粉 這樣 讓他刷完 然後讓他去 用一層水 這樣 讓他吃一下 大概這樣起來 會流得更好 現在來這邊流下去 就脫刀很生肥 現在流下去到什麼時候 到這個 他開火落定 落定了 他差不多有一個 這個 我們說說 背豬大 像剛開始 煩惱的雞 再來就直接 直接 這樣 豬 但是 他沒有看到 那種情形 直接 背豬大 那時候 那時候 就已經比較熟 這 不可以太熱 因為 有的人說 開火後要下肥 你太熱 太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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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肥 那時候 剛才 好事 不是 去經過背豬 你就 那個 土豆 就 壞了 外面 就很燙 那問題 就很少 所以你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大概是這樣 這個情形 所以 咖啡一段 就是說 落定 已經農 背豬大 那時候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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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就是這個開火 開始 你有看到火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通常 就要有一點水 就要開始 要有一點水 讓它 不可以太熱 再來在競爭 那時候 都要有這個水 就是說 土豆其實是初期 水比較少 要急 水會比較多 一點 他在開火 競爭 但是 土豆在飲水 絕對不可以 爬過高 這個 差不多 差不多 七八分 年 就已經有夠了 這 你可以稍微 知道 另外 就是說 在我們 橫林 有時候 到 這個 工 已經比較大 比較大 要 要注意 這個水 一定不可以 如果水 如果水 有的土豆就會暖 一定要小心 那麽目前來說 我們在這個 土豆在靜的時候 社長 這個官府病 這通常是我們 比較容易去遇到的 這個問題 所以通常 因為 因為 黃基調白絹病 官府病 所以 伊普通 八分替 這種東西 一定要 首先 或者說 德克利 房客座 首先 注意一下 其他就是這個 平海管理的解決問題 所以 土豆很怕 這個 蛇文葉稻蟲 這種 蛇文葉蛾 所以 我們要 注意這個 蛇文葉蛾 這個 甜菜葉蛾 這個 這些蛇 都要 要注意 有看到火 還沒開 那時候 我們轉油 這大概 這兩個 時間點 這個 雅度糖 我們稍微注意一下 有的 直接就 這種 頂肌加寶膚的 蠟椎 先浪費 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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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這種 效果 但是要稍微注意 就是 如果 開師 有看到火 一定要煮七八油 拖刀就是怕七八 再來就是 蒸了 像水 紅蝶豬 這兩行的海棠 跟你說一下 你稍微注意一下 就好了 有這種 就是 抖刀 還有一些 就是 收買 這都有油 可以用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 的關係 所以 大概 說起來 是很簡單 好像也沒有什麼 不可 雖然你不算盡 但是 這幾個重點 要告訴你 你可以小心 來跟他在這個方面有一個心理上的一個準備 應該我們在這個管理的一個過程裡面 就比較容易出問題 這個提供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隨時你先有一個政體 一個概念 隨時有什麼問題 隨時都可以照到我們這個網路 不可以跟你做一個回答 那麼在我們政頭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頭頭政 頭頭政是你自己老的或是去買的 你還是自己老的 要靜靜靜靜才來賠 有的就沒有工 沒有工 我們要拿雜賠 要拿雜賠 要注意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五湯七十八湯就把他放 最好就是要賠 你先去打 他把他打過打 打過打 打過比較乾的 打過越打越好 因為他在背 比較沒有那個病 剛才 比較濕 還是怎樣 一定要讓他 天氣比較濕 一定要讓他躺風 因為 我們在背背背 有時候 一些 困難 但是什麼 比較容易在社長 灌腐病 這就給他 去傳染 做成困難 所以這有時候是我們 盡量在初期 我們就把他做好 那麼 還有一種是用工 但是有時候做不到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 就沒辦法 你真的沒辦法 你沒那些工 沒那些工 沒那些工藏 要怎樣 你可以讓人拿去給他 給他 給他 他就 去用工藏 尋找回來後 土豆 如果說 比較濕 你不能直接拿去打熱 你放在 多熱 給他 添放就好了 就是 有人說 尋找到 要去 擦熱 但是很多人都 控制不好 所以 當時有時候 太炸 去煎一 它的電動 土豆 有可能 禁熱 雷暑 消眠 一種的狀況 這對著土豆 在出的 比較沒好處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說你把它背開之後 盡量不要再打架 要打什麼時候 不然要打架的時候 比如說你要拿架 打架比較乾的 可以打架的話就打架 你不用怕 有的說要打架頭去 不用怕 這電腦有打架的時候 在打架 不怕打架頭去 但是你如果是已經背開了 背開你打架 那真的在納架的時候 很容易打架頭 稍微打架頭去 所以這個症的時候 一定要處理 有好處 這在這裡等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下這個了解